大家好我是Paul 週六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倫敦有一幅飯骨的話被人家潑了番茄汁 我們就看一下這報導 Tomato Soup 有聽到嗎? 嗯哼 What is worth more? Art or life? Are you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protection of a painting? Or the protection of our planet? It's a growing trend OK好看到這裡就夠了其實 所以這他們在幹嘛呢? 他們用Tomato Soup 好所以我知道這個就是我們台灣同學有時候比較關心的東西 Tomato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裡說的這個是什麼 所以他們在對這個飯骨 Van Gogh 所以讓你知道一下他的名字怎麼唸 Van Gogh 飯骨 那他的這幅畫叫做香日葵的樣子 Sunflowers 我記得好像是有複數的 那這個畫呢就被他們給Deface了 Deface這個字很有趣 Face不是臉嗎? Deface難道是沒有臉嗎? 不是就是把一個東西 他的這個 表面 他的Face 給他弄污了 就給他弄髒 弄壞掉了之類的 像如果說今天我們講到的是任何的廣告的一些牌子啦或什麼這些的 你可能會看到在路上有一些海報啦或什麼的 然後你就把例如說 像那種房地產經紀人有時候都是自己的臉在那邊 所以你把那個臉塗一些鬍子或什麼這些的 我們就稱那個東西就被Deface了簡單的說 所以把一些這種 公共呈現出來的東西 給他弄壞掉弄花掉 弄壞掉可能不是最好的說法 就是把他弄污啦這樣子 那個叫做Deface 好所以 我們 回來一下這邊看 這個報導的一些文字上說了些什麼 好所以你看這邊說Defaced沒錯 So climate activists target art Vengals masterpieces sunflowers defaced 所以climate activists 這個activist就是 就是一些 我們這中文要怎麼說啊 抗議者嗎 抗議者有時候你可能會講成protester OK的 但總之他就是他們是行動派 就是對什麼什麼一個 訴求對一個cause 訴求這個字我們講一下cause 對著一個訴求 他們真的採取了行動我們就稱這樣的人叫做activist 所以環保的一些 環團 我知道我們中文好像這樣子講 環團環保團體 你就可以稱他們為叫做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OK 所以 那還有像保育家就是conservationist 所以activist conservationist 有很多 East結尾的字就是了 所以他們是climate activists 他們就瞄準了藝術品 所以Vengals的這個masterpiece 就是大師級作品 他就被deface了 可以 所以他丟了什麼東西呢 番茄湯 那這個 北美跟 英式的發音 美國叫tomato 英國叫tomato 你剛剛也聽到了 Tomato soup OK So environmental protesters 所以這裡用的是protester 剛才說過 Through tomato soup Tomato soup Over one of Vincent van Gogh 所以他叫Vincent Vengals是他的姓 Sung flowers paintings At London's National Gallery On Friday 所以在倫敦展出來 然後就丟了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最新的一個直接的一種行動 所以他稱這個 Direct Action Stunt Stunt這個字其實是特技表演或之類的意思 所以他們 像我們講過一個叫publicity stunt Direct Action Stunt Publicity Stunt 就是為了做公關 然後製造新聞 而做的一個 比較盛大的一種 行動行為 來吸引媒體注意力 Publicity Stunt 我記得美國有一個那個 應該是美國沒錯 還是是英國 但總之有一個電信業的一個老闆 所以他每次 他的那個電信公司 進駐一個城市的時候 這個老闆自己本身就會在這個城市最繁忙的地方 跳傘降落下來 然後當然媒體就會報導 然後就 這個 這個人又 這個人來了 他的電信公司 進駐我們都市了 我們以後可以用他的服務了 所以 這個人又很喜歡跳傘 大概是 大概年紀也不太老 所以每次做這件事情 就掀起這個城市的一股 對他報導的熱潮 那這個 毫無疑問的就叫做 Publicity Stunt OK 所以 對這個 所以他們這個東西也是一個 Stunt 也是一個 Publicity Stunt 一般來說 像 我們講 Stuntman 這個詞可能還沒有 變成 Stunt 可能 Stunt person 也可以吧 誰說不能是女生 這樣子 所以 這個就是 那種特技演員 特技演員 呀可以 好所以 他們就瞄準了藝術作品 所以Works of art 我們常提醒這一點 就是要是你今天講的是工作 那是不能加S的 加了S之後 就是一件一件的作品 所以藝術作品 可以叫做 Artworks 要加複數 因為它是可數可數的一件作品 你也可以叫它 Works of art OK 來我們再往下看下去 那對 所以 那你 你就可以想像 他們剛剛這種抗議 是非常高調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就有一個詞 叫做高調 所以那總之他們是 那這個 抗議的團體叫做 Just stop oil 就三個字 停止 殘油吧 Just stop oil 他們是behind this action 沒錯 在背後做這件事情 So this group was behind the action 他們想要 The group wants to end UK government approval for exploring Developing and producing fossil fuels 所以他們想要終止 英國 UK的政府 的這個approval 就是這個許可 許可什麼呢 就勘探啦 發展啦 生產啦 實化燃料 So exploring Developing and producing fossil fuels 所以fossil fuel 應該沒問題 實化燃料 那他這個已經做了好幾個 這個高調的這一種抗議 So The group has mounted a series of high profile protests 所以high profile 這個字就是高調的 OK High profile 那相對來說 low profile 就是 低調 這樣子 So you stay in low profile Stay low 保持低調 高調 這樣子 那所以這 這兩個人當然就被逮捕了 對不對 那他們逮捕呢 罪名是什麼 那罪名呢 就是 Trespass Trespass這個字 一般來說 講的意思是那一種 侵權嗎 侵權算一部分 就假設這是我的產業 然後你這樣子 從我的產業上走過去 穿越我的產業 那這樣就是一種 非法的 不是侵占 而是非法的 侵犯到我的產權 對不對 你走過我家的花園 踩我家的草皮 這樣就 Trespass 在美國有些地方 Trespass 我是可以拿槍射你的 那在加拿大這個比較和平的地方 大概就沒有這樣子一個 這種自由 這樣子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看到一些 Sign上寫著 不准穿越 No Trespassing 所以Trespass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他們 在這個博物館裡面 去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這樣就會被視為是一種Trespass 如果你只是去看可能沒關係 你有破壞東西 大概他就可以用Trespass的罪名 來頂你的 而且是加重的 所以前面有個字 Aggravated OK Aggravated Aggravated Trespass Aggravated這個字 也在別的罪名會出現 像例如說 Aggravated Assault 也是很常看到的 這個就是 加重傷害罪 Aggravated Trespass Aggravated Assault 這個字還不太好念 Aggravated 那我甚至可以補充一下 我覺得這個字跟另外一個字 很容易 搞混的就是 Aggregated Aggregate Aggregate是總加起來的 這是經濟學上的一個詞 常會用到的一個詞 所以Aggregate是加起來的 什麼什麼什麼幾個項目 總加起來 Aggregated 什麼什麼這樣子 Aggravated 是變嚴重了 這樣子 好 酷 然後我覺得最後面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他這裡寫 Keep getting soup 什麼意思啊 意思就是 你想要繼續產油 那你就會繼續得到 糖 講中文一點都沒有意思 但這邊有個英文就說了 他們在推特上寫著 Keep giving us new oil and gas And you will keep getting soup 所以Keep 後面借ing 借動名詞 借名詞 你是知道的 So keep giving us new oil and gas 你就繼續給我們油 而且他強調新的 這我也覺得有點 那表示舊的現在正在 這個正在挖的就沒事了 或許是這樣的概念 因為他們剛剛boycott 他們剛剛那個杯葛的 boycott 他們剛剛杯葛的好像是新的案子 對不對 fine 所以你知道給我們新的油跟新的天然氣 Keep giving us new oil and gas and you will keep getting soup 那你就會一直得到我們的糖 蠻有趣的 OK 好 而且他丟了那個 Tomato soup的牌子 是這個Heinz 那這個大概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番茄醬的品牌 說真的你要是去 吃麥當勞 你看麥當勞上的那個小小一包一包的 應該都是Heinz這個牌子 這樣子 所以他是國外的 就北美的品牌 然後應該是北美的吧 沒錯 然後 也算是這個 跟雜牌比起來 他比較貴 也沒有貴到哪裡去了 好anyway 所以然後他們好像做完這件事情 還把手黏到牆壁上 意思就是我沒有那麼容易 會被你拉走 我把手黏在牆壁上不走 那在另外一個 這個影片裡面 他們把手直接黏在花上 他剛講兩句話 我覺得很有趣 他們說你到底比較關心哪一個 我直接讀給你聽 Are you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protection of a painting All the protection of our planet and people 所以你是比較擔心保護一幅畫 還是保護我們的星球 跟我們的人們 哪一個呢 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很有趣的 這個大哉問 我一直 懂一個概念就是 我們人 就是政府裏的資源 我們街上有沒有窮人 有沒有沒有 飯吃的人 當然有 可是我們為什麼不把投資 在這種科技的一些 進步發展的一些錢 拿去先把國內的 糧食問題或者是 貧窮問題先解決掉 為什麼不這麼做 因為政治這件事情就是 You gotta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So you gotta allocate your budget According to some kind of an idea Some kind of A political ideology if you will 所以這都是跟 政治理念 政治意識 政治意識形態 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就你要偏左偏右 你不是保守 或是你是 民主黨跟共和黨 或之類的 那民主黨可能就會覺得 社會福利要多一點點 所以可能真的我們可以 拿我們的 Defense budget 這個國防預算 拿來去幫助窮人多一點點 那可是如果今天是 Republican這一邊 可能就會覺得 No 我們要當世界警察 So we need a huge defense budget We need to work with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這個詞也是一個我最新 也不是說很新的一個字 不過最近常聽得到 好像是 軍事工業複合體之類的概念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所以我們需要比較多的國防預算 那可能幫助國內的 貧窮的人 可能就是 你貧窮 你自己的問題 Stand on your two feet Right Pull yourself from the bootstrap 所以 所以他們可能會覺得 貧窮是自己的問題 社會福利 那個是 Afterthought 我們上禮拜才講過這個字 所以這個其實沒有 沒有對錯 所以像這個環保團體說 你比較關心的是 話 還是關心人們 所以你們來這邊看這些話 看這個VANGO 幹嘛呢 你們為什麼不跟我們一樣一起去 杯葛政府的 Approval 對不對 就是producing Fossil fuel 所以 政府該怎麼prioritize 這些事情 I don't know It's a big question 只是 我的概念就是 沒有沒有對錯 OK好 所以 政府要不要去 挖油 要不要 再環保一點 要不要go green I don't have an answer for that 我講到這也差不多了 I'm starting to ramble 好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機 我會再規 Christopher